新竹市铁道艺术村展出印象芳僚108年度创作交流成果展 六位来自屏东芳僚F3艺文特区的驻村艺术家 跨线来到新竹铁道艺术村交流 展出不同媒材的平面及立体作品 将屏东热情多元的创作能量带给新竹的市民朋友 非常感谢芳僚的铁道艺术村能够来新竹这边策展 这次的展览总共有六位艺术家 他们带来了包括木雕 包括书法 包括木雕等等 总共二十几件的作品 我们可以透过作品可以了解到 芳僚这边的人文 风俗以及他们市民的一个热情 新竹的铁道艺术村跟芳僚铁道艺术村一样 都有租称艺术家的进驻 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到芳僚的铁道艺术村 做一些艺术的交流 六位展出者的创作风格南瓜附和媒材 油画 水墨 书法 工艺等类型 且作品融合当地特色 让观众感受到来自南方艳阳天的炙热温度 那屏东之南虽然是地处比较偏远 但是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艺术能量 其实也都蛮丰富的 也蛮精彩 那欢迎我们很多喜好艺术的朋友们 市民们 能够到我们的新竹 试着铁道艺术村来做一个观赏 我们这次访疗艺术村的艺术家的作品的展出呢 带来访聊了一些的特色 不管是天气或者是地方的一些产物 那当然也带来了艺术家们自己的创作的心境 跟一个他的想要的呈现的空间或想要想的事情 那我这一次创作的部分呢 是把屏东的太阳啊 或是地方的产物像火龙果啊 还有我自己在探讨的一些空间的一些意涵啊 把它融入在这次的展出当中这样子 夏天即将到来 影像芳僚成果展几日起展出至6月2号 欢迎民众前往新竹市铁道艺术村 欣赏来自屏东芳僚的创作作品 感受多元祖村艺术的碰撞与激荡 凯博新竹简出期采访报导